各位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這一集我們來講一下ACC長途使用的一個 使用方式 當然這一集的路況啊 它是 比較 用篩一點啦 就是可能像 高速公路現在沒有很順暢 不是一路暢行無阻的那種 那種 車況 這個車況呢 目前就是車比較多一點 時速也大概 也不說不慢喔 車多 但時速大概就在 90 到100之間 那這邊是 國道1號 那基本上 可以開到 這個路況可以開到110 開110左右 但目前現在車多 就用ACC當是最適合 就讓它跟前車嘛 前車跟得到 就讓它慢慢開 其實這是很舒服的 因為 像這種上班啊 或下班時間啊 這種車流特別大的時候 就比較依賴ACC了 因為你自己看啊 我現在假的 內線比較快一點嘛 那這種車多呢 其實內線呢 已經不是屬於所謂的 所謂的超車道啦 那超車道呢 在車子很多的情況下 基本上你只要能維持 最高速限的行駛 就可以 那以下來講呢 現在是時速是 我是定速115 那這邊限速是110 那110如果我的GPS誤差大概是3 3公里左右 那之前我的影片有介紹過 大概GPS差3公里 所以如果要定快一點呢 其實可以定到 120啦 那等於說我最高速會到117嘛 那117也不會超速 那這種跟車呢 其實在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吧 畫面切大一點讓大家看一下 畫面切大一點 現在就是說他有抓到前車 兩邊的藍線也有抓到 藍線抓到就是車道維持 那前面車子有抓到代表他有抓到前面車子會跟到前面的車子 一個安全距離 那這個東西呢會依照 你的時速 快慢呢 去決定說他的跟車距離 那依我的習慣啊 可能如果 自己比較肯心手的部分啊 可以調3格或2格 那我覺得那個2格3格真的太遠了啦 這個部分一定會被人家插車 所以如果 開久的人呢 可以像我一樣只開1格就好了 開2格啊 3格真的 會跟車距離會很長啦 你就一直被插車 然後就會拉長 再插車再拉長 你現在我開1格 有人要插還是會插 那我即便開1格 我如果跟得很緊 那其實也 已經算 這個速度算已經都違法了 因為 車距嘛 就是 一時速100來講就是要距離前車50公尺 這是法規 那一條白線呢 我記得白線是4公尺 然後白線跟那個 一個 間距 是6公尺 所以100黑 100黑 就是 100黑 就是10公尺 所以你看這樣距離其實已經大概 4條白線到5條白線之間 所以這個跟車距離呢 在時速 你如果只調1格 其實這個距離是OK的喔 是可以在法規上市的 講得過去的 但是這距離有人就覺得 哇離那麼遠 然後被人家插車 法規就這樣子啊 如果被人家插車 我也沒辦法 如果有人要插進來 他真的要這樣插進來 這個縫也不是說太大 也沒有說很遠 也沒有說違反法規 那現在這個狀況呢 有人說 那你為什麼要開在內線 去站車道呢 我其實也用最高速線了 那前面不開快 那我也可能只能切到右手邊去了 所以在 已經算車流大的時候 超車道已經不是超車道了 那你要叫前面來浪 那中線的人也是開很慢啦 反正現在是大家開在內線以後 變中線比較浪 那就以我習慣 就是哪邊 哪邊比較 好像比較快 當然就切哪一邊嘛 但是也 反正就是不超速為主啦 就不超速為主嘛 那我現在就是切 右邊 的方向燈 不用解除ACC 只是你要握好方向板 因為你打了方向燈以後呢 它的車道至終就會幫你解除 允許你去切車道 因為如果你沒有打方向燈 要硬切車道 它會 幫你拉回來喔 因為那個 它要幫你做車道維持 所以它會把你拉回來 所以你要切換車道 一定要打方向燈 所以ACC有個好處啊 你真的要打方向燈 你一定要 就是要打方向燈 你才能切車道 不然你這樣子一定會 它一定會叫 然後會把你拉回來 這是一個強制你打方向燈的 一個很好的東西 所以你看沿路這樣子開 我們沿路這樣子高速公路只開 ACC就是開著 要切車道 其實稍微注意一下如果真的遇到 可能有人開得快要插車 那當然你要 隨時介入踩煞車踩油門 這個都OK 對啊 但你只要踩了煞車 ACC一定解除 那你補油門呢 ACC是不會解除的喔 只是你補油門補超過了 那當你油門腳放開了 它就會慢慢再減到你的速度 例如時速是100 那你加速到100嘛 那你加速到 繼續加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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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10 好那你腳放開了 它不是馬上 馬上會拉回100 不會啦 慢慢的減速到100 這是一個它的 ACC的運作邏輯 但我 沒有測過其他的品牌啦 目前我當然就是開TOYOTA的 系列的車 跟車應該都是這樣子 那TOYOTA它其實銷售量很夠大嘛 因為大概就佔了 7成的車系了 就是一年的銷售量啊 TOYOTA就佔7成 就 Lazos跟TOYOTA嘛 這兩個品牌 一年就佔 台灣銷售7成的車子 所以大概 可以說 有一半以上的 在路上跑的ACC 都是 都是TOYOTA的 轎車啦 不要把貨車算進來 貨車那個力當別論 所以以轎車來看的話 它的量體是大的 你看我剛剛 野土這樣開 ACC其實是一個 很輕鬆的東西 那 怎麼輕鬆法呢 其實就是 開了跟車 多了一雙眼睛 幫你跟車嘛 做跟車 幫你注意車況 幫你跟著前車 你就不用油門煞車 加放加放加放 你只要 專心的看著前車 需要補油門 你覺得你車速太慢 你要補油門那就補 那不需要補油門 你就才煞車 還是說 有需要解除的時候 需要介入 有 可能有 人都亂插進來 插車 很危險 好像要撞上去了 趕快介入 這時候就要介入 市值的介入 那你像 高速公路會撞車 那個 我覺得會去撞那些 防撞車啊 那個真的就是自己的問題 因為他一定是開了ACC沒有注意前面 而且尤其是你前面沒有車的時候 ACC的這個前面的啊 沒有出現車子的符號啊 千萬就要很注意注意車況 反正不管什麼 就要注意啦 只是說 你前面沒有車 你更要注意 因為 一台車突然出現 或者是前面防撞車是停止的 或者前面有什麼狀況 那台車前面是停止的 那這個撞上去的機率很高 因為你車速很快 那反應不過來 但是未來的車系呢 好像都有加強這一些 那以我這一代的呢 2020年的 已經4年前的車子了 所以其實他那個 後面的有沒有迭代改善 我不知道 但是以我來講就是 如果還沒有跟到前車 就是真的要 很注意前車的動向 如果前車是靜止的 最好就先解除了啦 因為這個撞車的機率會 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這是我以上的一些 分享 分享給大家說 這樣子 ACC啊 你要怎麼去操作 會比較安全 那像我這樣長途這樣開啊 其實真的很輕鬆 有沒有ACC呢 有些人可能以前啊 從高雄開到台北 哇好累喔 那你真的你有ACC以後 高雄開到台北 絕對輕鬆 三分之一以上 因為 光你不用 油門一直踩著就好了 因為像我現在呢 我現在腳是沒有踩在油門上面 我沒有踩在擦車上面 因為其實反應夠快啦 其實你隨時隨時 隨時隨時都可以去踩油門踩擦車 那你腳就放著輕鬆就好了 輕鬆你人要看著前面 人看著前面 那你要做什麼事情都OK 就是 我們就是 注視著前方 然後這樣開車就好了 就很輕鬆的開啊 不用 而且像方向盤啊 你放著就好了 它一直會幫你置中 除非想要切車道 它已經幫你一直置中了 你就讓它去幫你車道維持 很輕鬆 就像微彎的彎道 它也會幫你 處理 你只要把方向盤握好就好了 不用為了一點點的方向 一直修正你的方向盤 稍微不經意你可能就偏離車道了 所以真的車子ACC是真的 讓你更安全 不是讓你更危險喔 你錯誤的使用方式一定是讓你更危險 正確的使用方式一定是讓你更安全 這個是我的個人分享啦 都用了4年了 上高速公路 真的就是很依賴它了 如果真的下次開場土 如果沒有ACC的車 可能真的 我可能也會開不下去 因為你已經依賴這個系統了 那你又開為沒有ACC的系統 你會更疲勞 因為畢竟 你已經輕鬆 輕鬆了嘛 開場土輕鬆了嘛 那你開了那種沒有ACC的車 你會覺得 很累 因為 它又變得你要去握方向盤 要很精準的一直在修正方向盤 然後油門煞車你要一直注意 然後你要跟著前車的狀態 你要一直抓距離 油門要補一下 油門放一下 這些 真的很累了 然後就像我們這樣子就是 適時的 左邊沒有什麼車 我們就切過去 因為左邊比較快 這邊現在超車道又比較快了 那我們就回到超車道 但超車道就一定又會有人噴 怎麼是超車道 真的 我真的有點奇怪 就是 超車道是超車道沒錯 但是它不是超速道 超速道 有人就是 把超車道 就是可以開超過 110嗎 120 限速就120 那你開120不就違規嗎 那你說我開在 超車道違規 那就很怪喔 超車道是違規 那你超速就不違規嗎 是不是 對啊 這個就是我常常在講的 就會把超車道 人家想要超車很急的 我跟你講 如果很急的 像救護車要過來 我會 該讓也要讓 它開在哪裡 我都要讓 那跟超車 跟救護車也都沒關係 所以不用去扯那個東西 你只要扯說 我有沒有 違反法規 因為法規就是 已經有規定了 內線 超車使用 但是可得以用最高速限 行駛在內線車道 那天我就是在網路上又有人在跟他跟我們在嘴那個說 那那是超車道啦 你不要去給他 去佔用 那我就說啦 即便佔用我開時速110 我算佔用嗎 即便這邊限速120我都已經定速到120了 然後GPS扣下來117 其實我已經在超速7公里了 但是因為超速可以有10公里的誤差 所以我開117 我哪有違規 我覺得有些人就不懂 把超車道好像覺得 就很像 撥外座的感覺 把超車道講到撥外座 是真的扯得遠遠 但是我就覺得說 他如果有正常的使用他 那你要講 什麼問題嗎 假設 沒有其他的老人 在那邊 那我不能去做 撥外座嗎 是不是這樣子 對啊 那超車的使用也有講啊 你要使用的 你要使用他 你也是要在法規內的超速時速啊 也不是說 超車道 我就是可以開超過限速 對不對 限速110你要開130 140 那也不是我的問題啊 那你就超速了嘛 那我就不要讓你超速那麼快啊 而且我開110了 為什麼我 我還有問題 只是有一些人 在自己超速到 雖然說他用最高限速沒有錯 但是他有些車子啊 要自己注意一下 你跟GPS的誤差差多少 如果你的車子跟GPS的誤差 超過 至少超過10的時候 你定速定在 車子 車子開裡面開110 結果實際的時速才100 那你有很機率被警察開單喔 而且你不要以為你自己開很快 因為你要自己知道你自己車子 大概開多少 實際的速度是多少 因為車子是快樂表 很多都有快樂表 快樂表沒辦法 政府規定就是這樣子啊 他就是一定要有誤差 他不能準確啊 那這是政府的法規 所以你要知道自己 熟悉自己的車子 跟GPS誤差多少 就像我的誤差 時速120 大概跑117 上下 也沒有 也沒有違規 就假設速限是110 那也沒有違規 但是我就盡量跑快一點 不要讓人家嘴說 站內線道 然後你又開那麼慢 可是我慢 我已經開到速限以上了 還有速度慢我也無言了啦真的 你看我現在這邊訂速都訂120啦 啊他就跟著前車嘛 前車跑得快就跑得快嘛 啊如果真的前車跑很快 內線沒有人了 我已經開到120了 那還要嘴我也真的也無言了 因為我覺得 超車道 是超車道沒錯 但是因為 如果我一直常常 因為 前面這台車很慢 我要期待在超車道 超過它以後 我又切回來 那前面又遇到車很慢 我又要再超過去 再往前開 那我可以一直開在內線道 一直用最高限速去跑就好 因為我也不想超速 誰想要超速啊 超速會被開發 現在超速40公里就扣牌 哪那個命讓他去扣那個牌啊 我們這種收入那麼少的人 怎麼辦法去扣一次牌 怎麼受得了 所以以上這就是我的一些 行車的分享啦 讓大家知道說 開高速啊使用ACC 是能多輕鬆 然後一些使用的方法 這個呢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一些討論一下 我也可以跟大家討論 但是不要用惡言來想像說 好像是你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大家都 盡下心來討論啦 因為畢竟這種 東西呢有時候 有人就說開ACC很危險 有人說開內線怎樣 這個真的 太多人在嘴了 這個 我也是會一一回覆你啦 因為我覺得 我的觀點如果有錯 我也歡迎希望你們拍影片來打臉我也可以 看怎麼樣都可以 如果像我這樣的分享 如果不喜歡的話 當然就可以 跳過嘛 那希望 希望我多拍一些這類似的影片 也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謝謝大家 現在你看 現在已經到鋼山了 很輕鬆 我就可以大家 分享我這樣開車的心得 很輕鬆的開 對啊 車子 只要握著就好了 不用一直在那邊左右 修正你的方向盤 輕鬆 謝謝大家 謝謝